大家好,台湾军方证实在屏东九鹏导弹发射基地,台军进行了海空精准飞弹射击草演,年度训练 防护文的负责人顾立雄南下士岛,对官兵的战力演训努力与付出表达肯定 清晨6点多,空军防空及飞弹部队陆续发射挨国者2型天空3型导弹 其间的军方发射靶机,待靶机与运作空域盘旋后 飞弹战术军官启动接战程序,迅速瞄准锁定靶机 随后发射导弹顺利击中 雄风2E是雄声巡航导弹,也列入这次操演的项目 对于本次演习是否发射机密弹种如雄风2E或天空4型导弹 台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表示 军方的实弹训练按年度计划进行 这些弹种的敏感度较高,国防部不会对此说明 但昨天飞弹皆顺利命中目标,显示官兵训练非常扎实 透过实弹训练,武器装备得以验证 本次演习的空军防空即飞弹第794旅 首位空军防空导弹旅女余长 她表示本次演习主要在验证各式精准飞弹效能 并确保装备可耗度 昨天早上共发射5枚各式飞弹 其中雄风2E雄升巡航导弹 射程可以达1200公里 打击范围可以打击大陆 对反制解放军武统台湾具有强大的吓阻能力 但属于极敏感弹种 提供的新闻资料也未提及 我前天给大家介绍了 解放军也出动了侦测船在泰州边活动 这次解放军侦测到的台军导弹发射的情况 是第613导弹师792防空旅 发射的天宫3TK-3导弹系统 633导弹师第795防空旅 发射的爱国者2型导弹系统 另外794防空旅也发射了相关导弹 所以解放军对这次台军的所有导弹的发射 是全程掌握的 而且就在他的外海 对导弹发射的情况进行了侦测 台军导弹发射的同时 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 也进行了模拟导弹和炸弹破坏野外跑道的演习 演习期间解放军应急小组指定区评估损损坏情况 清除未爆弹药并快速会发射 这次演习保证了战斗力并提高航空部队生存能力 包括飞机计划分散部署 在沙漠地区 包括修建备用机场跑道相关的演习 即使跑道的修复 可以在战时消除部队补给后勤中的中断 并确保战斗机连续出动攻击目标 这次台湾方面的试射行动 是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 进行常态化执法巡航 台湾方面进行的直接回应 台湾学者认为解放军在围岛行动以后 利用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 利用海警部队对台湾进行封锁 那么是将台海内海化 周六和周日中国当局已经宣布 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常态化执法巡航 台湾学者认为 这是北京宣称将台湾潜滩 列入巡逻范围 间接造成管辖权膨胀到台湾海中线 消除台湾海峡管辖权空白 将台海变成准内海 中国官方称交通运输部所属的福建海事局 东海旧驻8178月17日至18日 共同实施了2024台湾海峡海上巡航 执法活动 由海巡06、海巡0802、东海旧115 三艘公船组成巡航编队 历时30.5小时巡航413海里 主要任务包括展开台湾海峡相关水域巡航 实施交通组织管控 点验过网传播 今年2月份金门快艇案发生以后 中国借机宣布在金门附近海域 常态化执法巡查 台湾方面认为该事件在7月底告一段落 但中国常态化执法仍然继续 并趁休于结束时机 进一步宣称台海巡航执法 台湾方面的分析认为 此次行动是源于水上运输安全作业 但是北京将台湾潜滩列入 将澎湖附近的水入 也纳入了解放军的去 中国海警的巡航范围 间接造成管辖权膨胀至太中线 意图将台湾海峡内海化 因为按照海洋法 台湾海峡不可能是内海 中国大陆以通过这种偷渡切香肠的方式 展现对台海的管辖权 间接侵蚀中华民国主权 他说未来此类行动的频率会增加 范围会逐步扩大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 则认为 中国当局此行为 认为我们是地方政府 无权颁布管理台海 台湾海峡交通的相关法律 中国方面 一是为了消除管辖地带的空白 一方面是透过行动否认台湾的法令 自2022年6月以后 中国大陆开始在台湾海峡推动法律战 要点是为了拥有台湾海峡 绝大部分的管辖权 禁限制水域在金门0214快艇事件后 大进满88事件后 消除台湾民众以往身份上特殊对待 并释放将台湾渔民 视同大陆渔民来处理群号 逐渐在台湾海峡 甚至台湾海峡中线以东 建立刑事管辖适事 诸官方媒体称 中国这一行动是常态化 进一步延伸 更指中国的相关部门 已经建立大数据系统 在台海进行更加全面的管理 台湾海巡署8月19日 已经宣布三艘中国公务船 周日中午12点25分 短暂越过海峡中线3.2海里 随即往中国方向航行 并未进入台湾禁限水域 台湾方面全城市跟踪监控 针对中国方面的行动 台湾认为台湾和大陆两岸 自1949年起 双方便分离分治互不隶属 不过北京坚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并且即使苏族武力 要实现两岸统一 蔡英文和赖清德先后 两届民进党政府都不承认 一中各表所谓的九二共识 北京当局切断了与台湾几乎 所有的官方沟通渠道 有关渔船越界等事件的分歧与争议 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团体斡旋解决 中国方面进行海事部门的常态化巡航 德国的海军现在的防卫舰叫巴登 福登堡号和辅助舰法兰克夫号 现在正在等待柏林的计划 从台湾海峡通过 中国外务发言人毛宁批评 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 台湾方面认为 毛宁的说法凸显中国企图挑战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扩张野心 记住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是美国 它的国内法为基础 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中国挑战是美国国际法 但是现在来看中国要在台湾海峡 引入中国的国内法 也就是中国的海景 这就是中国国内法对抗美国国内法 也就是美国和中国规则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那到底是谁的规则 是美国国内法的规则 还是中国大陆国内法的规则 这才是现在台湾和海峡 这个中线出现这个特殊情况的原因 台湾现在呢 它讲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法 是基于美国国内法 因为现在能保护台湾 给台湾支持的只剩下美国国内法 其他呢 没有一部国际法能够保证台湾 那么台湾呢 就拿出所谓的基于规则 就是美国国内法这个规则 来保证台湾 但是从法律上看 那中国大陆也是在国际上 和美国是并列的 联合国五个常理事国 你的国内法 可以管我中国的事情 我中国当然也可以 对吧 我通过我的国内法 用我的海警人员 对吧 执法 执法人员 去干预台湾海峡 它未来的很多行动 也就是基于我中国的规则和规制 所以台湾海峡 目前呢 这种对抗啊 实际上本质上是什么 是美国和中国基于各自国内法的对抗 我这么一说 大家就清楚了 所以未来呢 美国还有台湾啊 海外媒体告诉你 什么叫基于规则的国际法 美国认为基于规则 是基于美国国内法的规则 记住 没有一个国际法 大家公认的国际法 能够给台湾定义 能够给美国在台海的行动定义 因为联合国无常议事国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说你就可以在台海做什么样的行为 没有 只有美国国内法 它公开定义 而中国也在国内立法 也在公开定义中国的海警和执法行动 以及对台独的制裁 或者叫对台独的清理工作 进入刑法程序 对台独分子行使这个 中国的这个执法权 那么你看各自都有立法 也都是基于各自的规则 这个国际制度 所以实际上最后对抗的还是中美 那么德国通过这个台湾海峡 它实际上要展现的是自由航行 那么同样呢 中国也会基于的回应 德国现在呢 也不希望 对吧 那么跟美国走得太近 最后使得中国和执斯靠近 那么对德国也并不利 所以德国呢 更加它谨慎一些 并不像加拿大 既然和美国是绑定的 它跟着美国一起在台海行动 澳大利亚也是一样 所以实际上啊 大家一定要看懂 现在就是中美在台湾海峡 中美的博弈 都是基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国内法 那最后如果开战的话 美国方面和中国宣布开战 也是基于各自的国内法 但是一个可能性其实不大 因为美国也知道 中国的核打击力量 也是能将美国彻底毁灭 所以美国基于它的所谓的国内法 那么中国也就适当立法 对中国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行动 进行法律上的支持 那么台湾现在呢 你看整体上呢 它是归宿到美国 它所谓的台湾的相关政策内 让美国给台湾提供保护 然后它在积极的挑逊中国 挑动两岸紧张 所以台独分裂势力呢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工具 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那再说回到现在台湾 进行这种导弹的试射啊 这个标准 标准二或者叫爱国者二型导弹 实际上呢 大家从这个俄乌战争就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这个伊斯卡尼尔导弹 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这个东风10系列 或者叫中国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都可以完全摧毁爱国者三型 那么台湾昨天试射的是爱国者二型 它落后一带 那么也说它对大陆更多的是一种 威胁恐吓 一千多公里 打不到大陆纵身 只能打大陆沿海 而且呢这种一枚两枚的导弹啊 你猜爱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可以看一两枚导弹最多摧毁一个建筑物 不会在整个的这个大的 整体的对抗这个局面上 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 它并不是核武器 它不是战略武器 那么反而会刺激大陆 更大规模的对台湾报复 所以美国现在给台湾的武器 限制在一千公里左右 其实就是告诉台湾人 明确的告诉台湾人 你就是给大陆放血的工具 不允许你攻击大陆纵身 这和乌克兰还不同 要用台湾给大陆放血 要挑动两岸冲突对抗 把局势挑高 但是你又不能威胁到大陆的核心区 那么你台湾实际上就不能获得安全 不能获得安全 你就被美国绑定 就永远会跟随美国的政策摇摆 我让你往左 你必须往左 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台湾现在是非常可怜的 那美国的基于国内法 对台湾的控制 美国只需要在立法情况下 摇摇手台湾 就要搭上台湾老百姓的姓名 为美国国内法去进行所谓的防御 这是在人类整个地缘政治上 或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是它不是美国的任何的一个州 反而比美国任何一个州 还要更加坚定的执行美国的宪法 执行美国的法律 这是非常可笑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殖民地 就是美国法律的一个整理 从这一点上说 未来台海摊牌还是要看中国和美国 而中国现在对台湾 整体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 从现在看中国方面的武统的能力 按照前一段时间日本的报告 还有美国的报告 解放军能够在三天内完成统一 三天内登岛并结束战斗 所以日本方面已经非常清晰 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现在美国在台问题上 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它还是要绑架台湾 就是为了最后一刻点燃台海做准备 因为美国知道台湾是不可能防御住的 也不给台湾远程导弹 你看这次试射的所有导弹 最高就1000公里左右 1000公里左右 是打不到纵身的 最后你打过来只是挑动中国 让中国更加严厉的报复台湾 那个是自杀工具 明白吧 你不能一下的击倒中国 反而让中国给你一顿暴击 最后是让台湾损失更大 所以实际上美国给台湾的所有的武器 其实都是在挑动两岸的冲突升级 而不是真正保护台湾 你按照这个逻辑你就清楚了 美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那既然在台湾海峡 中线这个问题上 双方都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也是基于我的规则的规秩序 基于我国内法 对吧 你也是基于你的国内法 那么最终台湾 你看到最终台湾会被美国抛弃 因为美国是 他不可能直接和中国开战的 台湾一定要看懂这个逻辑 都有核武器 那中国既然基于中国的国内法 那是要此战到底的 美国虽然有国内法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 台湾不属于美国宪法规定的 美国的一个州 也没有和美国签署任何的 安全防御条约 不像日本 我给你核保护伞 台湾和美国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台湾方面呢 未来在法律战方面是必输无疑的 因为你基于美国的国内法 大陆基于大陆的国内法 那你最后台湾在实力上比较 你和大陆之间的实力有差距 而美国又不可能和大陆直接发生核战争 常规战争美国必败 听到了吧 那最后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台湾现在的所有行为是自杀 我一直在讲台湾很多行为 其实就是自杀 不会保护你 你一千多公里那个导弹 其实就像乌克兰一样 只能激怒对方 让对方给你更大的报复 而那个时候你被美国绑定以后 美国点燃台海以后 美国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激化矛盾 让两岸冲突升级 也就是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台湾 两岸大打出手 这就是美国未来要做的 就是在东北建立第二个热点 所以把台湾牢牢控制住 这才是美国想要的 我一直在跟台湾讲 你一千公里两千公里的导弹 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 没有什么用 你从俄乌战争就可以看 乌克兰获得了几百枚的导弹 基本上每周都会发射 那导弹起到什么效果了 对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 就是你这一次啊 你发射这些所谓的天宫 所谓的海上反舰这些能力 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了 一旦开战的话 你这些东西也不会有任何的 实际的战力的 因为台湾海峡太近 台湾海峡太特殊 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 可以建立整体对台湾岛的 电子防御 电子干扰 你雷达都不好使 你不可能发射任何东西 爱国者三都不行 更别说你这个爱国者二行 和所谓的天宫 和所谓的无人机 你根本是不可能操纵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台湾一个道理 就是美国现在在利用台湾 绑定台湾来控制台湾 那控制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台湾恢复和平 因为恢复和平 中国利用和平就可以超越美国 美国要的是最后的一战 就在中国和美国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点燃台海 至少我有台湾这张牌可以打 这才是美国要的 而台湾现在死死抓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你们台湾的未来被美国人控制 并不是你台湾的幸运 而是你台湾未来 你们子孙后代会为你今天所有行为买单 被美国人当炮灰 是非常悲哀的 我觉得中国方面现在应对台湾 现在美国打台湾牌 武统是中国最后的手段 也是现在能够限制美国的 让美国不敢轻易打出台湾牌的最有效手段 如果中国不积极的做武统的准备 那美国很有可能提前打出台湾牌 离安的和平早就不再存在了 另外再说回现在台湾海峡中线 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个法律战 法律战 为什么中国现在要开始在台湾中线 海峡中线要做法律战 就是未来基于规则的国议秩序 我中国也要要求通过的韩国 日本和其他船只 包括台湾的船只 也要遵守基于中国宪法 中国规则的国议秩序 你记住基于规则的国议秩序 不管你美国能说 我中国在联合国也拥有一票否决权 我中国也有清淡 我中国也能毁灭这个世界 所以基于规则不是说你美国规则 能凌驾于我中华人民国国宪法之上 都能毁灭世界 你的法律不一定比中国法律高级 高人一等 所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中国也可以利用法律战 重新定义台湾海峡 也该警告日本 警告韩国 警告台湾 如果倒向美国那边 打出台湾牌最后的结果 那一定是台海发生战争 台湾只要宣布独立 两岸发生战争 中国大陆一定会武统台湾 非常明确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 中国未来要对台湾海峡进行控制 就是要围台围岛 未来可能会收紧 中国的巡逻船会进入到高雄 基隆 另外北部和东部花莲的一些港口 中国也要进行巡航 要对进出台湾的船只进行管控 那就是下一步到围岛 我在武统台湾之前要先围岛 那么首先国际上呢 已经公认了有一个在台湾海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中国的宪法的国际秩序 那下一步 你进出的船只必须按照我给你提供的航线行驶 否则可能会出现交通意外 我告诉你就是交通意外 你可能会被撞沉 那所有的航运公司 所有的保险公司 在进出台湾海峡的时候 就要与中国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进行个确认 看到了吧 你就要服从我 那美国所谓的台湾海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被压缩在哪呢 民进党那 就民进党管控的12海里 出了12海里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我的 听懂没有 只有民进党自己喊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在12海里以内 就是美国给他的规则 出了这12海里 就是我的规则 所以这就是现在你看中美在台湾海峡 双方的博弈 围台的目的是什么 不用我多说 我觉得很多台独分子可能幻想着 有一天拿着枪和解放军在海滩上决战 这个你是可以做个梦啊 拍个电影做个梦可以 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 就可能说到时候你是拿着鲜花 欢迎解放军登党 因为你已经被饿得不行了 台湾被封锁了很多 很多很多时间 台湾 能源没有 粮食没有 甚至出现了很多饥荒 这都有可能 就我对你的食品供应进行控制 我对你的进出口进行控制 那是最恐怖的时候 就不是拿枪欢迎了 拿着花欢迎了 终于给我解禁了 什么船舶 拉的什么货进出 在中国海关那登记 中国海警船 对所有进出台湾的船 进行登船检查 听懂了吗 就像当年 在金门海域 解放军登船检查是一样 每个人身边上掏水 什么中华民国 基于规则 基于中国宪法规则 国际秩序